每一個國家或是地區 政治人物對於台灣所表達的關心 可能有他們自己選區或者是政黨的利益 但是就總體來講 最起碼在口語上面 或者是文字上面 對台灣的支持 等於是從大概兩三年前 美中戰略競爭以來 目前走到一個相當的高度 我想國際關係還是現實的 就是說這些國家現在看起來 第一個把中國大陸的威脅視之為 他們很重要的一個必須面對的狀況 那相同的當他們對台灣表達友善的時候 我認為這些國家基本上也在看台灣 如何表達跟他們相處之間的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與其說被動的等待別人來承認我們 甚至是給我們更多的肯定 我倒覺得就是說在後面的這樣一個時期裡面 台灣如何展現自己在其他國家這些價值 對於其他國家的這種支持 我們其實也可以再做一些更多的 feedback 包括台灣對於就是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之下 享有國際的政治的安定跟那個市場 可以賺到外匯 我們可以在原外的這個就是能量上面 可以再多施放一點 展現台灣是一個良善的貢獻者的角色 有些支持台灣的聲量是因為中國大陸用比較強勢 或者是不正當的手段對其他的國家施壓而遭遇到了反彈 那麼也有另外一部分是外國認為就是說 把台灣當作一個他們心理防線的一個堡壘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講 我們也被這些聲量一步一步的推向一個 直接與對岸衝撞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當然是中國他戰狼外交 他這種展現的那種就是侵略型的一個外交用語等等 對其他的民主國家來講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中國軍事的擴張 包括就是對於臨近國家這種霸凌行為 還有對歐洲國家這種核武的威脅跟美國核武威脅 所以從國際知名的民調機構 這個就是皮尤研究所的民調來看 大概主要民主國家對中國的這個惡感 unfavorable都達到了大概八成左右 在政治上面可能因為兩岸的問題 反而你看到中國大陸似乎有一些去干預他國內政的狀況 比如說法國捷克這些地方 那中國大陸都對於他們整體的這個國家內部 做了一些很明白的指指點點 那這些可能其實都激起了這個當地國家 一些民眾的這個反感 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說我平白無故的要去幫助台灣 所以如何在這個地方站穩這個角度 那我認為接下來跟其他的這些所謂的友邦 甚至是對我們友好的這個國家 有沒有可能展開更密切的接觸合作 甚至是一些過去可能從來沒有思考過的 這個市場的開拓 那我覺得其實這都是執政黨在這一段時間 可以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環宇新聞台 設立國際園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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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